youtube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會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最近大巨蛋跟選舉的新聞占據了各大媒體的版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東盟已經開導一個禮拜了 這支影片出的有點遲,還請各位見諒 不過比賽還有很多場 這邊來和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屆幾個選秀順位比較前面 和我自己比較有在關注的選手 不過每個都講到,有被我跳過的也歡迎留言補充 有興趣的大家也可以進場看看能不能邀到簽名 這些人當中很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吉田正上或是村上中榮等級的選手喔 首先看到這次的日職紅隊 投手的部分稍微有點可惜的是版神的21年第一子民 森木大智因為調整問題而辭退了這次的東盟 我原本是還蠻期待他在這次賽會上的表現的 之前有看到一些他的報導 他本來好像是非常期待能來台灣打比賽的 在出發的前幾天才提出辭退,希望不要是又多了什麼傷勢才好 而和森木在同一年進到版神的第二子民林木永斗 是還沒有過一軍輸賽紀錄的選手 今年在二軍是21場輸賽,五勝兩敗,防律3.69的成績 跟他同期近來三子的同富拓馬已經成為牛棚主力還入選亞冠賽 林木的成長幅度確實慢了這麼一些 當然也可以看得出來他今年在二軍的投球表現有明顯的進步 就看看能不能在這次的東盟有所突破了 再來看到是羅德的22年第一子民,局地利久 局地在當時是被球隊期待能馬上成為極戰力的投手 不過在今年球季只有在8月有一場的輸賽紀錄 先發投了一場,四局失一分智責分 沒有太多輸賽機會,主要還是因為在二軍的成績有點爆 整體看起來球威確實是有第一子民的水準 可能就是在轉到職棒還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以整體的完成度來說,估計會是這次紅隊的王牌投手 推薦大家可以特別關注一下局地的表現 下一位看到是名氣非常響亮的封肩球打 封肩高中時在甲子園的地區大會上 就投出157公里的訴求引起相當大的討論 隨後在21年以第一子民的身份加入軟銀 而這兩年間球團隊封肩的養成也沒有太過著急 讓他去參加了不少獨立聯盟的比賽 這次的東盟他也在紅隊的首場比賽就登板投球 不過後面的幾場比賽看下來 控球方面是還有帶調整的空間 不過大家可以關注一下他會不會在東盟打破球數的紀錄呢? 再來介紹一位也是訴求派的完三翔大 完三是20年選秀楊樂多育成的第四指名 這個指名順位其實就真的是福袋中的福袋了 但完三很快的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升格到支配下 並在去年獲得不少的出賽機會 他也是紅隊的投手群中去年在異軍出賽數最多的投手 在這階的東盟首場出賽 等板一局就送出了三次三陣 雖然控球還是挺抖的 但只差球的品質真的很棒 他有著194公分的身高 有進場看球的話應該會蠻好認出這位投手的 再來看到這來自羅德的高野修泰 高野是在22年選秀進到職棒的社會人投手 去年在異軍有著7場的出賽 防御率是1.64 最快球數大約是在147公里左右 其實這在現在的日子來說算是偏慢了 不過也許是有著非常極致的純高壓投球動作 會讓打者有著視覺上的加速感 他去年在異軍的直球被打擊率是非常優秀的1×43 整體的投球讓人聯想到過去的大聯盟級球星剛倒秀樹 有進場的話別忘了欣賞一下這個特別的投球動作 接下來補手的部分 補手這邊三位都非常年輕 也都還沒有過異軍的出賽機會 短期間內要看到他們有飛躍性的突破難度應該很高 這邊我就先不多做介紹了 再來是野手這邊就蠻精彩了 首先看到是軟鷹22年的第一子名 Ihine Itzha Itzha不是日本的混血兒 他的父母都來自奈吉利亞 不過因為他從小就在日本生長 不僅不在洋將區也說著一口流利的日文 雖然Itzha是選秀的第一子名 不過現階段他的完成度還相當的低 尤其是在打擊方面的技巧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手背方面在媒體的報導中是有著很高的評價 不過東盟的首場先發就吞了3K還有一次的手背失誤 希望最後是不要變成殺酸瑞夏這樣雷聲大雨點小的選手 再來看到是歐麗絲的元千泰 當年20年的選秀 歐麗絲因為戰績墊底 在第二輪有著首選的優勢 也就是說元千泰在球隊 是個整體評價比進第一子名的選手 不過目前3年過去看起來是還沒有突破性的成長 這次的東盟也許是讓他蛻變的契機 他的打擊動作是我個人蠻欣賞的類型 期待他在未來也會有好的表現 再來看到同樣是來自歐麗絲 我個人在這次東盟最期待看到的選手來天兩斗 來天和剛剛提到的元千泰一樣 都是在20年選秀進到職棒的高中新人 他在高中時期就在甲子園的賽場上寫下各種的全壘打記錄 他也在21年職棒出登場的第一個打席 寫下日子史上第一位高足新人的首年 首打席首球就開轟的選手 雖然後面的這兩年來天主要都還是在二軍磨練 但他也是備受期待能夠成為吉田正商的接班人 我應該會在賽會期間進場看看能不能要到他的鮮明球 再來看到來自養樂多的並木秀尊 日本職棒新一代的超級快腿選手 在直線50公尺的測速中是全日子贅速 在今年出的一檔日本有關棒球的電視節目中 並木還差一點在50公尺跑贏專門練田徑的選手 今年在養樂多季中外野各種傷兵的情況時 原本是以守備為主的並木一度攪出了非常亮眼的打擊表現 還打出生涯的首轟 期待並木在經過東盟的磨練後 明年可以和炎劍組成養樂多的可怕雙箭頭 今天介紹紅隊最後一位看到是來自軟銀的鄭木智野 鄭木是20年選秀軟銀的第二指名 高中和大學都是來自名校輕易易俗的體系 在高中就有著通算50轟 是潛力極高的選手 大學也擔任四棒拿下過大賽的NVP 不過一進到直棒之後在春訓就受傷 今年好不容易幾軍開幕的一軍名單 沒能把握機會下到二軍之後睫毛又傳出傷事 導致他連在二軍都只留下不到兩層的打擊率 不過球團還是對他的長打能力有所期待 所以把他送來了這次的東盟 目前在東盟也有著很不錯的發揮 希望他能健康的打完必在明年能有所突破囉 接下來看到是日直白隊這邊 首先投手這邊一樣是有著三位的選秀第一指名 分別是小圓健泰、酷田賢勝還有重地里亞 先介紹一下小圓健泰 是說台灣的媒體真的很壞 有講到小圓就是先講他今年有被王伯龍打出過一隻拳雷打 但其實除了這個以外小圓可是在橫兵隊上 一進到職棒就算上18號被號的王牌候補 儘管兩年過去了還沒有一軍的出賽機會 今年在二軍的成績也…不是太理想 主要是在控球方面還有著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但有趣的是他在這次的東盟第一場的先發出賽 投了5局11分但沒有投出任何的保送 他的球值是真的相當有水準的 也許在這邊魔術自信之後控球也能獲得不小的改善 下一位是來自巨人的枯田賢勝 枯田也是在高中就投出超過150公里的球速 在19年以第一指名的身份進到巨人隊 但在春訓期間手軸就出現發炎的問題 接著就去動了TJ手術 最後被轉為育成合約 經過一年的時間復健之後 在21年才開始在一軍先發出賽 枯田和小圓的狀況其實滿類似的 投球的stuff看起來也都有在水準之上的表現 即使在動了手術之後也沒有因此衰退 但久也是同樣被控球問題困擾 有趣的是枯田也在動盟的第一場先發 角出5局11分至這分沒有保送的表現 會不會兩人都在動盟就把控球修好了呢? 下一位看到是來自中日的重地里亞 在日本看到這種比較特別不常見的姓氏 才是從沖繩來的通常都有機會答對 而重地就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沖繩人 他也是自指史上首位從沖繩地區的大學進到職棒的選手 作為集戰力補強而入選的重地 在職棒首年就獲得一軍的出賽機會 不過表現不是太亮眼 球場的先發角出4.98反應率的表現 和一般日本投手比較不一樣的是 重地會投很多種的變化球 但就是沒有只差球 不過滑球和變速球都投得相當有水準 尤其是變速球的握法和軌跡都蠻特別的 有看比賽的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重地是我個人在白隊裡 最期待看到會有什麼樣表現的選手了 下一個看到是來自巨人的三田龍勝 三田是在21年選秀的第二指名 當年的巨人在選秀前三輪一口氣選進了三名的大色投手 唯一還沒上到過一軍的就是三田 是說他今年在二軍的表現其實也蠻不錯的 可能是比較沒有教練員吧 投球動作也和在社會人時期有著明顯的改動 就看看能不能在東盟投出好表現 讓行人監督注意到了 投手最後一位看到是來自C5的青山美下人 算是稍微有點意外C5會派青山來打東盟 畢竟他是在22年選秀會進到職棒 接著馬上在一軍就有39場諸賽的牛棚投手 還角出了防禦率2.96的優異表現 其中還拿了三次的救援成功 基本上就是未來C5的牛棚要角 不過青山在東盟的首場登板是以先發投手的身份出賽 也許就是為了先發轉向才被派到東盟來磨練的 不然以他紀念的表現來說 應該是已經超出東盟練兵的成績了 接下來看到捕手的部分 捕手這邊白隊三名有兩名是育成選手 唯一的一軍捕手是前陣子亞冠賽的日本代表石橋康泰 有關石橋的介紹還請大家回顧亞冠賽的影片 我們接下來看到內野手的部分 來自橫濱的立泛元龍之介 他在這次的東盟是穿33號的背號 但其實他在來到台灣之前就被轉為育成選手了 雖然還很年輕 是還不到20歲 但連續兩年都在二軍只留下不到兩成的打擊率 球隊應該也是認為他還沒有準備好再將他轉為育成的 不過還是向他派遣到台灣參賽 也是對他還有一定的期待感 再來看到是兩位來自中日的內野手 村松開仁和兵將乃介 村松開仁的部分 其實他今年在一軍就有著98場的出賽紀錄了 雖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對上原本要重點培養的龍空 打擊狀況超差才獲得較多的出賽機會 不過職棒首年就能獲得重用 基本明年就是準備競爭正遊擊手的一名選手 只是他在日職一軍的打擊成績也不太好看 看看能不能在動盟打出一些自信 而兵將乃介和村松都是在22年選秀進了職棒的 他的資歷蠻有趣的 是高中畢業後打了兩支獨立聯盟球隊之後才加入中日 在獨立聯盟時期也拿過聯盟的MVP 不過兵的職棒首年都是在二軍度過 他在社會人球隊時期是為有雙快腿 也有一定長達能力 手臂方面背力有被特別助擊的選手 目前在東盟打擊率是突破了三成,表現不錯 再來外野的部分 同樣是來自中日的提示航程 相信有稍微在關注東盟的朋友已經有注意到這位選手了 在兩天的比賽內就打出了三支拳雷打 目前也是暫居排行榜的龍頭寶座 提示是在21年的選秀會上 終日為了補強淒慘的長打 而在前兩輪補盡兩名極戰力的大足野手之一 不過他和一指的Bridal劍泰 目前都還沒在一軍打出和選秀順位相應的成績 在過去的東盟 能在打擊排行榜名列前茅的野手中 回到日之後能打出好成績的機率是相當高 例如前兩屆的中野拓夢和炎劍泰龍等等 就看提示能不能在後面的比賽持續打出好表現 顧著這些前輩的成功案例了 下一位看到來自軍人隊的邱瑋匡野 邱瑋是去年選秀會的第二指名 來自名校輕易易俗大學 曾在大學時期的聯賽拿過三冠王的頭銜 今年也有上到一軍有著11場的輸賽機會 不過是留下了不到一層的打擊率 不過他在二軍可是有著兩層83打擊率還帶有七轟的身手 基本上可以說是個二軍以上一軍未滿的層級 我自己是覺得他的打擊完成度蠻高的 目前在東盟以五層的打擊率位居第一 持續打得好的話明年應該可以獲得不少的出賽機會 再來看到是來自西武的古川雄大 其實有關古川的資料真的非常少 雖然是去年西武選秀的第二指名 不過職棒的首年在二軍也只有一場的出賽 整年都在進行體能和體態上的改造 這次的東盟算是他在進到職棒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賽事 古川在高中時期有著柳田優奇二師的稱號 失去有球探肯定的長打能力 滿值得關注一下他在東盟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其實在開打之後還有幾名我在前面沒有提到的球員打得很不錯 像是歐利斯玉城的柴木海翔上場150公里連發 還有養六多的北村會武也有拳雷打的表現等等 在東盟結束之後我會再整理一支影片回顧 真的滿推薦大家有機會的話 進場看一下這些未來很有可能成為大明星的選手們的表現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